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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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海昏猴一共四代 依照考古发现推测 墓主人极有可能是第一代海昏猴刘鹤 但推测并非结论 大墓主人到底是谁 需要直接证据 墓室面积四百平方米 出土的文物多达万一线 大墓的隧葬极其丰富 却未曾见到可以确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眼下的墓室里仅剩下这口关救了 考古队员期望 开启关救以后能够得到直接证据 为确保文物的安全 考古队预设了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现场开关 第二套方案将棺木整体套箱 取回实验室再做开启 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就是如果是里面发现有纺织品 我们希望就是整体套箱运进实验室 因为在实验室里面温度和湿度是可控的 无论实施哪套方案都需要探知棺内损毁实情 探知实情唯有撬开棺板 这绝对称得上是一口大棺材 两个身材1.9米的大个子 头顶着脚一直躺开都融得下 墓穴坍塌将关就压成了北高南低的斜坡状 细细斟酌反复推敲 考古队员决定将南边被压得最扁的关头 作为起窍点 他们两个能够吧 不够 来 过来他们的人不够 再加一个杠 再加一个杠 来 那个枪的头尽量往里插点 能插点往里插 试一下 二十分钟以后 棺板被撬开了一条缝隙 还有马铁筋 马铁筋 还有马铁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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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还有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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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这是一口双层关 关板间有器物随葬 虽严重变形 但内外关盖都还完整 探查未发现纺织品残留 因此 多数专家的意见是 现场开关 现场开关 需要将果式尚未提取的文物 全部提取出去 以腾出开关所需的操作空间 实际上 早在撬起关板之前 考古队员便忙碌起了 开关前的准备工作了 12月12日 考古队计划 以关旧离中心 游远及近 提取内果式文物 内果式南端 横幕上摊散着一尊 心童怪兽 旁边散落着马铁和玉片 损毁严重 只能整取 插进拖板 小心脱举 好 能端起来就行了 来 连这个板子放 就这样放 就这样 就这样 对对对 就这样 就这样漂亮 行出来 倒着这轮子是个鸡铃咯 龙头 嘴巴 你看 这是鱼子镶嵌的这个漆上面 这个漆又套在这个铜子上面 它这个漆盖 铜里的 它这上面都有铜 它是端底叉的 你看 大墓边上的文宝用房 清洗过后 献出真容 这是一尊遗 是几句 令人惊诧的是 虽经两千多年掩埋 龙的下颌 竟然活动自如 龙头一张开了 龙头一张开了 它就合上了 它还稍微抬一下 对 这盖就开开了 你看这盖 是一个复合了一个文物 越有铜的 越有漆木的 八十还有鸡 通常工艺 立身 这漆 很少 在这个地方 可能还真是少 整个墓里就这么一件 此件酒具 设计之精巧 令人叫绝 香宝石 嵌玉器配漆器 堪称西式珍宝 青铜染炉 上至铜耳飞 西木耳飞 光鲜亮丽 玉耳飞 玉制细腻 做工精致 从耳飞来说 它是质地上分三种 得以说从工人上 现在可能有两类 一类是装食物的 一类是用来喝酒的 像这个玉耳飞 现在我们根据文献记载 就是玉耳飞是用来喝酒用的 就是喝酒 叫做玉珊 七盘玉制印章 它能被当作揭开墓主人身份的证据吗 大刘记印是大声是句的意思 是彰显他家族荣耀的 实际上就是海分湖的一枚诗印 大刘记印 彰显家族身份 却回避了个人信息 以归为钮 玉力沉属 但自欲大刘 却与沉属相悖 这似乎在暗喻着 牧主人境遇的悲戏 倒是与刘鹤经历了 昌义王 西汉皇帝和海昏侯的跌宕相和的 印章的主人 极有可能就是刘鹤 琥珀 小虫禁锢于中 令人联想到刘鹤的境遇 12月13日 考古队员搬来了一张大木板 将要提取的文物体量不详 就发表 自己讲 提取床榻的过程中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上面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这个编织的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它套起来 都是包装的 你看这也是编织的 是啊 它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用那个试制品的防制品包裹在一起 放在里面 继续提取床榻 考古队员惊诧 取了三个钟了 一二三六四五九六六五六六五六六 七个了 现在已经十个了 六六还一样 这一个这一个 这个方的 这个圆的 那就不是九顶 十顶了 在这一块位置是出了十个顶 这十个顶按常理来说 顶在商周的时候 特别是在周代的时候 它是一个列顶 等于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但是实际上到了汉代 这种用顶制度是逐渐淡化了 而且逐渐趋向于日用化了 但是我们不排测 某种贵族或者诸侯王 为显示自己的身份 把这种九顶或者十顶埋下去 显示它的身份 整整一个商务已去完成 抬着七木床榻 十多个人满足了劲 床榻被迅速送到文物保护用房 以净水浸泡 因为这个有机制文物 它很难保存 尤其是漆气 我们一般情况下 它出土的时候 我们这是一个土坑木 它出土的时候 它就是保水状态 那我们考古发掘 实际上打破了 它原有的这种平衡 那我们在出土之后 就尽量还原 尽可能地还原它当时的那种状态 就不让它在干尸转换中受到破坏 所以如果是土坑木出土 那么一般马上给它做一个保水处理 12月14日 举走床榻 大量器物献出真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同边的 这是一个 这扣土 扣盐是扣土 对干 先把好取得取了 不是 让男主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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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空间给投入了 一块 八块了 没辣子嘛 那剩一片 那二个 那一块 整个兔吧 整个兔 瘦个兔 射个兔 射个兔 在这 整个兔 射兔在外 在这 在这 射兔去 射兔 等一会 等一会 先别接 射个兔 射个兔 等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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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接 我押沫 我去不接 慢慢去不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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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上面 这个还是灯 不要接不接 墓子就灯斩 将这么多的青铜器 随葬进墓穴 放在关旧的旁边 在另一个世界 墓主人仍旧在意 彰显身份 小弟 先去这个需要的 对 对 不然连着呢 是连 不是 砸进去的 砸进去的 嗯 压在板子里面 好 嗯 好了 这还砸到里面 这个顶元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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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错的 这个顶盖 顶盖 这个顶元是最后几件契物 那果是里最后几件契物 它这个这个契器 它撑着 你把这个一冲破它 那马上 这个 这个是契器 这个就是铜器 它压到一起 这个是铜器 有机会参加海昏侯木的考古发掘 对每个考古人来说 都是终身难忘的 这是尊什么器物 难下定论 双层楼空 双层楼空 这像是双盖 双层楼空 双层楼空 它有一个开关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上面有一个销子 摆它上下的 类似于笋毛 笋叉叉叉叉 这是毛 中间在一个销子 但轴是活的 它就可以将上盖 跟下口 可以上下开启 双层楼空 纹饰飘忽 动感十足 堪称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顶级精品 12月15日 内果饰的文物已经提取完成 这就有了节目开篇时提到的 撬棺板的场景 撬起棺板 考古队员发现 紧挨着关旧北边和东边的果板 对开关存在着一定影响 考古队决定 将果板提走后再行开关 专业施工队被请到了发掘现场 拆除作业平台 果板的长度超过了7米 宽有50厘米 厚度也有20多厘米 加之长期深埋浸足了水分 每根至少也有4吨重 果板被横移到了脚车上 拉出墓室 大马力拖拉机将果板拖拽至大墓边上的临时库房 两千多年前没有起风设备 将硕大的果板 沉重的关旧搬进墓穴 仅凭盲盖是不行的 这个部分 这就是一个关床的组成部分 在关床的四个角有这个车轮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车轮的轮体非常清晰 保存状况也还不错 作为关床的一个部分 它可以移动的 是把这个整个外观和内观一块 就是放到这个关床上面 从这个木道 一直推到这个 就是这个主木石里边来 就取到一个可以移动的作用 果板都是百年老术 采伐不易 制成也不易 修建墓穴功成浩大 如果大墓的主人 就是第一代海昏猴的话 生前刘鹤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死后倒是极其风光的 12月17日 移走了果板 还是不能开关 因为果板下露出了门幕 这个是个盾牌 这一下老虎都出来了 对 老虎都涂在这边 这是醉着虾尘 盾牌虽被压变 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图案清晰可见 这一个角在这 这是推西根 一个角在这 就是个部在这 牙齿 123 4 这种发迹 你看这竖着 眼睛你看到没有 这眼睛 这还眉毛呢 眉毛都有 你看 眼睫毛都画出来了 确实是漂亮 这第三块盾牌 那边有两个 这里有一个 那边应该有一个 果然不出考古队员所料 西边的果板被提走了以后 经过清理 露出了多面盾牌 这其中 有些会有图案 建硕的武士做奔跑状 有些盾牌仅是素面 这个盾呢 现在看来最起码六七个 其中呢 以模拟这个人的这个形成 这种盾呢 自为高贵 这个呢 盾上面有名文叫华盾 在虚用的时候 稍微用点盾子 它把前面就全部去护 护住了 再加上头盔 这个一点 就是防御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盾呢 最起码是模拟实用盾的 盾做得很精致 一般这种盾的都是隔盾 就是皮革做的 一整块皮革 表面修漆 会得很漂亮的彩绘画纹 东海这个破语字的 在这里这个破语字的 昌义九年 四代海昏猴中 唯有刘鹤做过昌义王 这一器物的面试 将对牧主人身份的认定 再一次指向了刘鹤 铜饼 西木杖杆 鸽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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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鸡 继续那绮必须出来的 对 那是刘鹤还不刘 我刘 你刘鹤 哦 这是 2 3 4 这下面还可以刘鹤 这 inheritance 原来这一块 invade 手 Aven鸡鸡鸡骨杆 就是一道德唱 economist 便会一直刺脾 这部分实际上 就是那种整个 这个 中国 Bun 鸡鸡饼很长 一般是三米多 有三米四左右的 一塊最起碼是七八個 這個儀仗用具主要還是模擬的 都是各種各樣的兵器 這裡面主要是機 機建的比較多 而這個機頭很特殊 機頭實際上是木胎器具 它和那個金屬機頭完全不一樣 所以是完全是象徵性的 在儀仗隊伍裡面使用 所以重視的是它的形勢 它造成的那種光彩 誓死如誓生 死後到了另一個世界 仍舊在意出行時的排場 盾牌 皮革漆滅 皮革早已不見了蹤影 僅剩下薄薄的一層漆面了 提取盾牌全神貫注 輕下手 輕提起 連放置 連放置也要輕 成堆的遺障腸肝 內中的木肝已經熟悔 僅剩下包裹在外的漆皮了 提取這類文物需要保持圓狀 提出來的腸肝 馬放齊整 12月18日 東溪回廊國板下邊的文物提取完成 僅剩下外觀蓋上的文物了 金絲纏繁繁的玉巨劍 玉製的劍手 做工精細 文式飄逸 破碎的玉環 玉製細膩 清綠光鮮 劉金的漲溝 就是那個奇蹟上的那種 我們不是看到那個奇蹟上的那種文物 是啊 這個叫拳爪的 整個頭有 它是有塊板 有塊木板 有塊木板 有塊木板的 那個後面是應該刮尾張的 外觀蓋上的文物全都提取完了 可以开关了吧 还是不行 得将棺旧边缘散落的棺板和田泥倾走 戴上口罩并非棺里透出了异味 而是高壮的田泥散发出的怪味令人窒息 12月19日上午8点30分 万事俱备终于可以开关了 看着啊 看着啊 那边接着 来来 提一点 再提一点 再提一点 好好行 好 那掐出来份了 你赶紧查到第二块 一二三 一二三 看着啊 一二三 好 赶紧别人翻 一二三 拿过来 好 好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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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给玉主啊 好吗 快点 赶紧找个师生点 好了 旁边把你给我来 别划 别划 这边就是同步啊 都此上劲儿 走 一 二 三 走 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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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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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一个同乡在这里 我用来 这个来一起看一下 那个 那个 那两个吊带拿过来 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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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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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力学原理制作的辅助起钓的木框 不行了 那红带吊到了 我不要一点 我不要一点 好 明白 明白 好 好 那啥去试一下 不要吃了 好 拖着棺盖板的每根芒木都与木框临接 为的是将重力均衡地分散开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活动一下 明天在 明天在 明天在这儿操作 一眼下 不搭的感觉 一眼下 一眼下 好坏的 不搭的玉壁 金饼 马蹄筋 瓶纸巾 金板 令人瞠目 12月20日 上午8点 做一点这个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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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不要动 棺盖板下 限制玉器残屑 插里边这个 插的棺盘里边 六支七花呀 可能 不要去动 你爸爸 有有 要不这个 张老师 咱先别动它 要这个先支撑起来 对 往这边现在 现在死不上这 死上这 是这一块 直接把它先掉到安全地带 先放在里边 好不好 先掉安全地带 把这个 上面这个都扣坏了 因为它已经插进去了 继续起掉 外观盖被横移到了检车上 外观盖被调走以后 正应了考古队员的期盼 内外观之间的随葬令人震惊 太漂亮了这个东西 虽经两千多年掩埋 密关盖板仍旧亮丽如新 内观的 关盖板 有 它最南侧 是 一支呢 有蘸立的猪雀 这种纹饰呢 我们把它匀去 表达呢 和它生鲜有关 被压扁了的香金七香 奔跑的人物 温顺的动物 凶煞的怪兽 奇幻的线条 怪异的边士 组合成了梦一般的意境 一个月前 考古队员在关旧边上提取出了 25枚马蹄金 磷纸金 和189块金饼 打开外观盖 又见了黄金 圆形的木盒 这里边藏着什么宝贝 令人期待 开启内观 需要将眼前的随葬器物 提取出去 其香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其上边 对对对 这盒子是上面 它是炒火锅子 这的压倒过去 你看这个井气 这下面压 它就证明 这不是 你这都是压 这盒子是倒到地边 小鸡刀 它这边 这边的半个关机被倒 对 往里面把它压过去 12月22日 确定了器物间的叠压关系 扫描并未完成 开始提取文物 西乡已散 自各个方向插进拖板 我们只要把这里 从这里 重新用 一块 再拿个板子 擦在这下面 插到最下面 把那间插开来 现在就这样 我们现在不干这 不干这 红牛不干 它一天 这边就不干 把它放出来 把它放掉 把它放掉 放掉一把 我手上拿来的东西 好 下下面的东西 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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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玉壁非常大 应该是按汉字应该有1尺2 保存在相对比较完 玉字也非常精美 汉字1尺2 大约相当于当今的30厘米 玉壁缺损了一块 前天提取外棺板时 深陷在棺板上的残壁 正是它缺湿的部分 提走散落在玉壁边上的 七香残屑 再拿一块钱 再拿一块钱 提取木盒 这一提一下这里要分一摊 从这边 金板子 我们先抬上去吧 好吧 好 玉壁精美至极 这是一块 咱再记住这个 我顺着这个 顺着这个 这块缓得一点 糊涂下来 先拿这个 这要整个玉壁精 咱那个玉壁精 这里边精洗太多了 压得也很厉害 底下那个 玉壁精把它给顶上来了 对对对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先捏了 先捏了 看底下有没有 先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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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割到这儿 放过来 好多清 还有人压在这里面堆了 成堆的精气 海昏猴目 就像是一所金库 有这么多金子摆在身边 到了另一个世界 牧主人仍旧风光无限 一个月前发现的马蹄精 著有上字 当时曾认为 上是上宁愿的表意 当下上中下进现 精系上的名字 应该另有含义 马蹄精灵子精 基本上能是确认 它上面有上中下 基本上能确认是属于 皇帝颁吃给祝侯王的 金饼和金板 可能跟当时西汉王朝的 咒经制度有关系 咒是祭祀祖先用的酒 这种酒呢 正月开始酿造 八月酿造成熟 正好是祭祖的时间 于是为了限制 就是有皇帝的侯和王 怎么办呢 让他们祝祭 就下令 每个人都可以献皇宪 有人专门检查 成色和重量 有一样不合格 就消解你的风险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 提取金饼 应该是从高处往下面去 从高往下走 把这个取掉以后 比如这里平了 是把它从这里慢慢地往下推 把这五个先取掉 带着放 让它那边转 对 放得下五块 应该能放到那边 放得下五块 一朝十五个吗 这样好酸一点 这是个单位 这是个单位 这能看到单位的 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 这样看应该是五个一组 然后叫小金这个单位 有个特别小金饼 小金饼好神奇啊 今天提取了九十六枚金饼 每枚金饼大约重二百六十克 总重量将近二十五千克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 那个琉璃是怎么弄 它只要这么平的 不拿手弄 最后残疙都留下来就成 如此多的磷脂巾 马蹄巾 考古发掘前所未见 更令人震惊的是 部分磷脂巾和马蹄巾中 欠着琉璃 这上面是琉璃 汉代琉璃的制作工艺 由皇家垄断 价值远高于黄金 磷脂巾十五枚 小马蹄巾二十一枚 大马蹄巾十二枚 12月25日提取金板 现在这个是要整取 你现在不知道多少个 你怎么给号 整体取出来 你上去再给号 这是最好下手的地方 就从这个位置下手 这中间有些动起来 先把手进去就好 可以吗 来 我下去了 等会 等会 我这手再往进隔下 好 七 一 二 三 四 哇 太重了 小心点 再放银 放银 放银 放中间 放中间 好 比较沉啊 小心点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哇 这个是 二十块金板 金板是首次在汉木中发泄 十二月二十六日 内外关之间随葬的文物 已经提取完成 准备开关 慎重起见 考古队员撬开内关关盖 这些就是 那我把这个 按按按 这身体积架 一点一点的 一点一点 放个木头手吧 来 顶个木头 就来放个小木头 我们无味道 对 这个没神经 还有一点 很厚 很厚 放吧 慢慢放 一点一点的啊 反正就知道 知道里边这个 大概的一个埋藤情况 就是一个 对 虽然有点错位啊 但是这个所有遗存 应该是完完整整的 原始的这个造型 对 这整体包装的 在现场 不行 现在别打 别打别打 现在别打 关咎里会有什么随葬 大木的主人到底是谁 唯有打开关咎 才能得知分享 实验室考古 打开关咎 考古队员看到了什么 大木的主人 到底是不是汉废地留客 探索发现 下期播出 2016考古进行时 新春季之 爱荤河大木 考古发掘现场下局 这种笔 是 怎么办 就是 什么项目的 是